宽大而老旧的房子 脏乱的厨房和催俱 放在桌上很多天还在吃的菜肴 已经年迈的阿牛公公 因为脚受伤 没办法正常料理自己的生活 女儿离婚后又留下两个外孙女给他照顾 让阿牛公公的生活如镜头所见的 脏乱不卫生 尽苦之苦 整个是要去到那边去看 家的那个环境 你才能够觉得 我们其实是真的过得很舒适 所以就想到 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有能力去付出的人 所以就觉得说 真的是不应该去埋怨去计较 教职员们一到阿牛公公的家 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工作 有些收拾衣服 有些扫地 有些则铺床单 家务必须时常做才行 于是教职员们带领阿牛公公的两个孙女一起坐 毕竟往后的日子 他们还是要靠自己过生活 这样的手才是有用的手哦 如果你有两只手 你的手没有拿来帮忙做家事 这样的手也不帮的 新山志工带着五岁的女儿去做访事 就读新山子季幼儿园的他像个小大人般帮忙做家事 让阿牛公公的孙女发现做家事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看到阿牛公公的家变得焕然一新 大家都好开心 爱的和狐狸 甜甜开心 甜甜开心 无忧无虑 感恩户的生活会因为大家的努力而更有希望 交职原则把爱带回家 继续用幸福的心去付出 大爱新闻杜惠希 陈珊珊 郑志明 马来西亚新山采访报导